哥哥喜欢他哪个点 我觉得他整体段子质量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他是没发挥好 我不知道罗老师是什么时候拍的灯 好像我是听到一声以后拍的 你先拍他再拍的 对 就是因为我也从大局上讲 我觉得他的 我觉得他表现至少还是可以值得一个灯的 对 没想到后面有追随者 我这是没想到 怪我 怪我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喜欢脱口秀的同学 然后想要进入了这个行业 但是他讲他工资太低了 我怕大家有误会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并不是每一个脱口秀员过得都那么差 比如说李炭哥哥 谁有钱 他的个人身家我算几位数 没有 他也是接其他节目挣钱 他脱口秀还真的没有我多呢 我月薪1500 在我们这个行业能排前三 这个是真的 广志是我们 别看有很多都是脱口秀演员 全职的非常少 我仔细数个数 全中国应该都不到十个 因为你看坐在身后那些哥俩 他们号称是全职脱口秀演员 但是也接一些编剧的散活 对吧 也得给别人写写东西什么的 换点钱 我觉得松哥哥刚说的是对的 不要打击想加入这个行业的人的积极性 像广志之前也一直没有上过 特有趣大会 在线下 在上海这不也活了一年多了吗 活的也可以 真的 你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 你看还有钱烫头 对不对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就为了节目烫的 然后也不给我报销 现在就是 再联系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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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